各位們大家好,我是聰聰,來到我們一週市場回顧於展望的時間 今天是12月1號,禮拜六,我們開始今天的視頻 上週的話基本上就是市場大漲 大家如果關心市場情況的話 基本上大盤指數大概漲了5%左右 各大指數大概有5%或6%之間的一個漲幅,非常大的 聽說是巨統計是創了7年來的一週裡面漲最多的紀錄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開始之前我們還是一樣歡迎我們每一個來再次收聽我們週末視頻的朋友們 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都非常歡迎 這個就是一個拋磚引玉的行動,我們基本上是幫助大家抓住美股的方向 那就是說不要太離譜的一個演出,不要太離譜的一個操作 那這是最重要的,而且就是說不管是在趨勢好的時候 那跟大家講說就是說知道怎麼樣去操作這個美國股票這方面的東西 然後呢趨勢不好的時候也能夠會盡量能夠幫助大家能夠再提早 跟大家能夠有一個警告警示 那雖然不一定能夠賣到最高買在最低 但至少在趨勢上面能夠給大家一個方向 這是我這個錄視頻最大的目的 那這錄視頻已經大概錄了三年多 那其實已經幫助了很多不少人 那我也希望這樣的工作 這樣拋磚引魚的行動能夠持續的下去 那所以呢如果大家覺得視頻不錯的話 那請大家能夠這個告訴大家 然後轉發給你的朋友 那大家能夠得到這些拋磚引魚行動這個好處 那另外呢就是說如果你還沒有參加衝浪大群 那我每天在衝浪大群微信的衝浪大群呢 當然還有臉書群都有這個早安點位 就是說告訴大家這個大盤的一個震盪方向一個範圍 那通常都是在支撐是一個買的地方 在這個這個主力的地方是一個賣的地方 然後你如果趨勢是向下的話 那主力常常都是可以成為空的點 或者說你一個短期一個出廠的多單的一個點 那就是說在早安點位 以及我每天都有盤號小節 那基本上 欸少了一張圖啊這個不知道怎麼搞的 沒關係那就是說盤號小節給大家講這個 這個市場的一個大概的一個方向 那那就是說 至少如果是在週末視頻沒有顧及到 比如打個比方上週 我們週末視頻還沒有完全預料到說 感恩節過後開始開始漲 因為我在通常在不再出去玩的時候 那通常那個市場都會跌 那這個回來的時候市場就開始漲 那這一次是特別特別的這個意外的一個相似 意外的一個驚喜 就是說我不在的時候 這個大盤跌跌跌下來 那走的時候呢 回來的時候呢 這個大盤剛剛好就開始大漲 那不管怎麼樣就是說我們說盤號小節是 彌補週末視頻所講的不足之處 那所以也是給大家知道一下 那如果說你還沒參加微信的衝動大群 那可以少我的二維碼 那我到時候加大家入群 好那我們來開始我們今天的 市場的週末的市場分析 那我們這個是標普的 標普 標普500的週線圖 那週線圖上面來看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這是一個類似一個頭肩形態 這個頭 頭在這裡 然後肩膀 然後可能說一個這個 這個一的就是說一個 double head 那當然現在開始漲起來 所以更多的是像是一個右肩的一個行情 那右肩的話通常就是說 會跟左肩類似高度 或者是說稍微平高 那變成說是一個三頭 那我們現在來講的話就是說 之前幾週基本上都還是一個下調過門當中 那這週的話因為上週有一個 就是算是有點類似第二隻腳 就是在這個這個地方一個類似的情況 那我們大家看應該就是說 這個反彈沒過下來 然後第二次反彈的時候 會突破把均線帶上去 然後呢之後再下來 那這邊的這個2015年16年的這個修正 也是類似情況 第一次花了大概三四週 我們來算一下 一二三四五五週的時間 產生一個底部 然後呢之後反彈 我們看反彈幾週呢 一二三四大概四到五週 然後呢之後呢盤整的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大概是七週的時間 所以大概就是 呃 事實上有點算的不太對 一二三四五大概也是五週 所以盤底五週上升大概四週 盤整五週然後之後下去 然後這下去之後也是你看到 一二三四五也大概五週的時間 所以整個來講大概十五週的時間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裡呢 呃這邊也是大概是下跌以後到 呃最低到這個也是一二三四五 五週之後開始反彈 那反彈之後呢會有大概 呃就是呃五週的時間是上升的 所以呢從現在開始算起 呃一週兩週大概是一週兩週的時間 那我們來講的話 我之前不是有畫箭頭嗎 這第一個箭頭 那第二個箭頭完成 然後呢再來的話就是說 呃下一週有可能 呃就稍微做一點回測 如果說呃跌破2700的話呢 那這個短線的這樣一個上升行情 就呃表示說這個整個下跌還沒有結束 第一腿下跌還沒有結束 但是呢我認為說經過上週長那麼多 基本上應該是第一腿已經結束了 所以呢開始一個所謂的第三 好第三箭頭的一個行情 好第三箭頭呢差不多是會 呃走大概 呃我們按照之前的這樣一個 大概差不多一二三四四週時間的話 那呃我們這算一週半 然後呢一週的時間 那四週那可能會有機會 到2800之上 甚至2850 好那高也可以高到甚至幾乎前高 但是呢我們就說大概2850附近 到2900這附近 是一個呃次高點 有可能是形成一個次高點 呃畢竟這個這個下降均線 還是蠻強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上週收盤因為 昨天收盤是因為 呃G20大家會覺得說中美有一些利好 那 呃現在是禮拜六 那目前為止到現在還沒有特別特別聽到什麼消息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小石圖 小石圖的話呢 呃其實都有很明顯的頂背離 這是一個頂背離的setup 那頂背離出現以後呢 通常都會有一些回撤 像這樣的回撤呢 或者是說直接就崩下去 那所以呢 我們看一下呃頂背離出現以後 這邊來講的話呢 我們看到其實它突破一個上升 之前下跌以後的上升趨勢線 突破週五突破 那呃就說那個週四呢 呃突破一點點 然後之後大幅的尾盤 呃跳水 但是呢 週五呢沒有持續下跌 然後反而是反漲 呃算是一個支撐 呃主力的一個突破 所以呢我們在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這邊有幾個 我這邊就不太做預測 因為畢竟 呃今天明天 這個中美談判 或者說G12的一些消息 呃看來應該是沒有太大的作用 但是呢 呃我們來技術來講的話 它暫時有一個突破現象呢 我們就必須還是要尊重 他有可能突破 所以呢呃 這樣來說的話 他他下週哈 下週一特別注意一下 如果跌破這個支撐線呢 也就是差不多是 呃多少地方呢 差不多是在 呃跌破支撐線大概是2730 跌破2730呢2740呢 基本上 呃代表說它這個是一個假突破 然後呢 呃就會去測一下 呃這個27 呃這邊有2710 2720附近 以及2700附近 是一個重要支撐 這邊如果支撐沒住 沒守住的話 那就有可能繼續翻滾下去 齁那這邊有兩個缺口 齁那就特別要 會有可能不缺口的情況 那不管怎麼樣呢 呃基本上就是說 呃如果說是一個突破的話 那我們就看大概2790上下 以及28102820這附近 齁那這是目前為止 下週的情況齁 就是說因為會議結果是代表了市場對於會議的反應 那週五呢其實是有很多人是 呃預期會是一個好消息 所以有一個bying strength進去齁 那但是呢 呃基本上就是說 呃我們不知道周末是怎麼樣的情況 所以呃有人讀 有人不讀 有人退出有人進場齁 所以呃會有就是說 呃就是說可能 如果按照頂背離的行程的話呢 那不可避免的 稍微漲一點 或者說立即的 開始會有一個 呃就是回調 拉回一個動作齁 那我個人認為拉回 如果沒有低於2700 好或是2720附近 2730附近 能夠盤整 這個穩住的話 那基本上還是有可能繼續往上走 目前為止 是我剛剛這邊講 周線來講的話是一個 右肩的形態齁 需要右肩的形態 好那 那呃上升大概四五四周左右 然後呢盤整 大概呃四到五周 然後之後再 呃下去 好OK 那呃我們來看一下 日線圖 日線圖的話呢 呃基本上也是 呃反應同樣的形態 但是呢我們這邊來講的話就是說 要特別注意一下 五十天均線齁 是大幅的下降 大概是四十五度角齁 的一個向下 所以呢 你說要一次突破這上面 我覺得是可能性不大 所以呢我們 容許 容許下周容許 這個二七零零的回撐齁 如果撐不住二七零零 那二六八零左右 如果再沒撐住 那就有可能這個 會再下去一個猛烈的 一個下跌齁齁 那我們說的猛烈下跌 當然 對於就是說低買的話 沒什麼太差差別 但是 對於高買那差很多 那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第一個 就是說二七零沒守住 守住的話 那需要注意 大概二六五零 二六五零 附近 OK 那如果再沒撐住 那當然就是 這個新低去了 那但是呢 目前為止 現在這種情況是不大 但是呢 必須要尊重 就說五十天均線 大幅的 死差這個一百天均線 然後呢 也將要到達 兩百天均線這種情況 那 這個都需要 呃 要把趨勢正好都需要 上下上下 把這個均線摸平了 然後再上去 是比較容易 好一點的情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呃 其他各大指數 QQ呢 反彈 那強烈反彈 但是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位置 基本上還是 相當弱勢的位置 還沒有轉現出很強的樣子 因為 畢竟在每一次的 就是說 均線時差之後 在上升來講 都還是會 回頭去測低點 那現在為止來講的話 QQ暫時有一個底背離出現 週限級的底背離 但是呢 反彈必須要有力 否則的話 就會很容易再繼續掛點 然後呢 譬如說形成一個上升線型 然後之後下去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呃 道琼 道琼是比較反彈 比較強一點 我們這邊可以特別注意到 在牛市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個 小K線小K線慢慢上去 很少有大K線拉大的 大部分都是小小小小這樣上去 那 那我們要注意啦 那所以呢 通常都是大反彈的時候 才很強 那不然的話 如果正常的反彈的話 都是小小小小這樣上去 所以呢 這種反彈呢 基本上是底的嗎 我也不覺得是 因為 畢竟還是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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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調整中的反彈 那 那調整中的反彈 如果有一個大陽線的話 通常又會再 被消化掉一些 所以呢 在這裡來講的話 我覺得 呃 其實還是要非常小心的 做多的部分 那 不要見列欣喜 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小盤谷的情況 小盤谷的話 也是一樣 在底部盤旋 然後呢 看起來長很多 其實是之前疊更多 那反彈的話 就是要注意一下 這幾個畫的範圍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SBI 是這個深化板塊 深化板塊的話 前面兩週都一個 就是一個一點點的Hint 就是說 暫時到底 然後 這 這幾天 真的就是 有一個反彈 那基本上 就是說 反彈完以後呢 那 這個還是會有 自居敵的機會 是這樣子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恐慌指數 恐慌指數 還是非常一個 漂亮的掃碗 掃杯餅的一個形態 就是 這個杯 然後呢 再做餅 餅的形態 那如果萬一它突破 這個 二十 八呢 那總會是一個 VS暴漲 那股市 當然會受到一個 不小的一個壓力在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美元指數當然是上升趨勢 上升趨勢非常強 上升趨勢 那 趨勢上沒有什麼任何問題 那相對的 黃金就比較弱 那黃金來講 我之前來講 之前就有說 畫一個上升通道 跌破了 那再去告 如果沒跌破 基本上也 還是可以的 GDX 也是在邊緣 快要下去了 另外 這個 原油 暫時收了小陽線 中線小陽線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會暫時的止跌 那 反彈呢 我就看大概五四五六 最多就是到五六地方 然後呢 之後再下去做第二腿 好 XLE呢 是能源 能源指數 或是能源基金 一個概況 周線 一個周線 一個周線 一個周線級的底背離 然後呢 可能就反彈到 差不多位置 然後再下去 那這個的話就是 要特別注意地方 波音呢 曾經跌破這個 上升線型的這個 這個頸線 那 現在暫時收回來了 那不曉得它有 賣什麼膏藥 那 但是不管怎麼樣 價格就是價格 我們必須尊重 這樣子 阿里巴巴這股票呢 基本上開始 慢慢走回來 這個上升趨勢 那 先來講的話是 卡在這個阻力底下 那 再上去的阻力 就是在 呃 這個 這個 呃 大概 170 這附近 然後呢 阻力是在 支撐是在 145 這樣子 OK 那 目前為止 爸爸雖然有上漲 但是離 真正的轉勢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呢 耐心等待 OK 好 再來是看最厲害的 像Microsoft呢 它就蠻強的 那 不管是 不僅是 就是說 在均線 這個周均線之上 而且還 向上突破到這個 這個上面 那基本上 後勢還是挺好的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Netflix Netflix的話呢 也是一樣 就是說 它在底部有一些反彈 但是呢 必然還是反彈 還不是一個處理的模式 等到確定不處理的模式 再看 OK 那這個是 Amazon Amazon 就是幫別人畫的 可能的路線圖 那 這邊 還是有很多阻力 那可能會遇到阻力 之後再下跌 之後再往上 那 這是一個整個 盤整 盤出一個形狀 到時候再用太陽光照 看看 呃 不是太陽光 說錯了 就是說 基本上到 到這個 這個地方 這個阻力 那如果過不去的話 那還是要下去的 所以呢 我比較 Ideally 就是說 理想上 Amazon應該 怎麼樣的調整形態 應該是 到這附近阻力之後 還會再下去 那 那 Either 是 HIGHER LOW 或LOW LOW 之後再上來會比較好一點 OK 嗯 呃 有朋友們 就是講到 Snap 這股票呢 那我覺得 這股票是非常糟糕 就均線 趨勢也糟糕 圖也不怎麼樣 那 這個我覺得 也沒有什麼太好 去投資的機會 你可以抄底 但是呢 抄底 或許有 一個 機會 但是呢 基本上 趨勢還是很差 那 還是不要 對這種股票 情緒妄動 OK 呃 還不錯的半導體 板塊公司 有Intel Intel的話 就是說它一直在 這個 趨勢線上 那 我覺得 這都不錯 然後之後還是有可能 會往上爆發的 OK 另外呢 蘋果呢 也是一樣 在第一位 橫盤收拾字 等待下一波的 反彈 那反彈的話呢 就注意一下 190跟205左右 這是它的主力 90 205 OK 好 Facebook呢 還是非常弱勢 那這個就 真的是 沒有什麼好做的 那非常弱勢 那 要等到它 完全恢復 好的姿態以後 才再介入 NVIDIA 也是一樣 同樣一個情況 就是反彈很小 但是呢 上面 壓力很大 這是它的特徵 OK 那我們今天 到這個地方 我們 基礎班呢 就是 明天要開新的班 然後呢 如果還沒有報名的同學們 請盡快報名 這樣的話 能夠省我一點 這個手續的 這樣一個工作的時間 哈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PowerPoint OK 不對 不對 好 基礎班的話呢就是 幫助大家能夠在心理層次上面的建立 以及技術上面的建立 都能夠相輔相成 這是最重要的 然後呢 就是 課程裡面 就是說 總共五堂課 七個多小時 然後呢 幫助大家能夠 這有一個課綱 技術方面的課綱 就是 認識趨勢 還有轉折點 以及 辨認支撐阻力位 以及 能夠 正確的 能夠 繪製 上升通道 下降通道 OK 嗯 報名這地方在這邊 大家可以自己私下找我報名 OK 那我們另外還有中級班就是 教大家 補魚 好 不只是給魚 那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必須 就說 這個 自己能夠獨立操作 這才是最重要的 好 那我們 就是 中級班呢 這邊有講到說 我們 會用很多市場的例子 然後呢 在 中級班的學習群裡面去 交流 然後呢 大家 教學相長 這個年紀 或資歷比較深一點 或比較大的 那 他們有餘力也可以 回來幫助這些 這個年輕人 那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 可以有教學相長的功能 那課程的內容 課綱大家自己來看一下 OK 好 那我們剛剛講過 早安點位跟 這個盤後小潔 那 如果說你要follow me的話 那可以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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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書群來follow 然後呢 另外呢 我們在 這個 微信的這個 充當群都有 這樣一個免費群 給大家 來 申請加入 OK 那不知道了 就少我的QR號碼 成為好友 那到時候再加你進來 好 那我們今天到這地方結束 希望大家都沒好一週 然後我們看看下週是 市場繼續follow up 還是說有一些轉折 跟折騰 好 那我們到時候下週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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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